在13号的议会投票前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在议会发表了 2019年春季预算报告 大幅下调了对于2019年英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哈蒙德表示 由于脱欧的不确定性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因此将2019年英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去年10月的1.6%大幅下调至1.2% 他警告说 如果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况 英国经济显然将在短期之内遭受显著的影响 会出现失业率上升 工资下降 以及物价上涨等糟糕的情况 不过哈蒙德同时也表示 尽管目前面临不确定性 但在中长期依然看好英国的经济 因此仍然维持2020年经济增长1.4%的预期不变 与此同时 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则上调至1.6% 此外哈蒙德还强调 如果议会能在未来数周成功达成一个脱欧协议 避免无协议脱欧的僵局 那么财政部将可以节省原本为应对 无协议脱欧而准备的 260亿英镑巨额款项 并将其用于增加国内公共开支和削减税收 260亿英镑巨额顶